你很喜欢我的自行车吗 这位同学 我们认识吗 同学 今天事情很熟 不是去乡亲 去你的乡什么亲 来了 这是我特别好的朋友 橙子 我们好像在那儿见过吧 这位同学 上次你也是这种表情 你们原来认识啊 一面之一 去 这不是第二个半价吗 我吃两个 干杯 干杯 假期过得真快啊 首先 要感谢高伟同学 假期和我们一起学习 咱能布装吗 干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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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马上回去 又让你开始说吧 不好意思啊 橙子 哎 高伟 哎 高伟 麻烦你晚上帮我送一下她行吗 好啊 也不知道谁送谁 那麻烦你了 橙子 走走走 那 那我先走了 嗯 你们俩注意安全啊 嗯 拜拜 高伟 嗯 嗯 嗯 别了好久了 我今天 一定要说出来 别拦我 我要跟她说 我喜欢你 嗯 嗯 天天已经回家了 什么事 你是要跟她说吧 对 我现在就要再给她打个话 就这一次哦 女人 她是什么事 她说了 她是什么事 我给她说出来 女人 不是个粉丝 她是什么事 ¿这一道事 这是什么事 我不想起来 她是 你 那一路 可以 什么事 是啊 我 了 不可能 没时间 没有 我没关系你的动作 这是我爱的最后一件事 如果你是冰淇淋的味道 你会变成我最爱的一人 我的想法 是 我看到了你发给我的恐龙 不好意思 我画的那么丑 谢谢你 把她变得这么好看 你 比明天更明显 相信我 当我说 过来 过来 快点过来 我会变得这么好看 I loved you from the start in every single way and more each passing day 那天之后高伟好像忘了她姐后说了什么 我也没等来她的第二次告白 婷婷也一如既往的藏着她的心意 我们就这样默契了 各自在心里藏着这份悄无声息的喜欢 守护着这一份三个人的友谊 那年盛夏懵懂不安的青春面容 一次次悸动羞涩地迈不跳了 几个胆小鬼们小心翼翼地真心 你们都还记得吗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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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